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后各队根据积分进行小组内排名 之后开启六轮挑战赛 每轮比赛打赏8副排 第一轮各小组第三名出场对决 得分最高的队伍进入第四轮 另外两支队伍淘汰 第二轮各小组第二名出场对决 得分最高的队伍进入第五轮 另外两支队伍进入第四轮 第三轮各小组第一名出场对决 第一名直接进入冠军赛 另外两支队伍进入第五轮 第四轮比拼后 得分最高的队伍晋级第六轮 另外两支队伍淘汰 第五轮比拼后 得分最高的队伍晋级冠军赛 另外两支队伍进入第六轮 第六轮挑战赛在紧胜的三支队伍中进行 第一名晋级冠军赛 另外两支队伍淘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全力以赴 现在开牌 今天来到九强大战第四场比赛 在上一场比赛中呢 江苏队拿到了五分 天津队拿到了三分 辽宁队只拿到了一分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中呢 将排名将对三支队伍呢 进行一个大的排名 第一名将和像个小组的第一名呢 一起来进行一个排位赛的一个争夺 那么这场比赛的输赛将决定他们的名字 我们来看看他们这场比赛的结果 欢迎来到我们全国排王争霸赛 九强赛第四场的比赛现场 那我们这一场的解说嘉宾呢 是李军老师 欢迎您 你好 第一局是第二位叫了一分成交的 这个排只能开个单张 排的排是四到八七到七到七到圈啊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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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比赛结束 目前赵月亮累计一分 林森一分 第二位是负二分 我们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第二局第二位继续交一分 这把补得不错 补了一个三代补了一个炸弹 它是三个四三个六两个小三代 先处理一个可以 现在赵月亮里把弹渣已经调整好 林森这个还顶了个圈 顶尖也可以考虑 对圈倒不是大小的问题 还搬一个队 可能不太能想 因为外面只有三个圈能打斗 没有在一家 林森只拆了一个圈 我们来看第二局的比赛结果 天津队的赵月亮负一分 林森辽宁队的赴月亮 陆队的第二位目前累计两分 现在是两边过 第二位的盘可能最多也就是一分 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 留局的一个好机会 我们重新开启一下第三局 但是这个牌肯定是要叫 它应该是在考虑叫几分 直接叫满 这个六 对 这个六是非常棒的 它其实最主要的想补牌也是就上来了 而且还补一个二 这样打不太好 对 如果是真想规划成三到七的话 可以先翻个打 因为规划成三到七的话 上行边有七道圈 那么你单勾单圈两张 你要先处理一个 其实它的牌正常的 也不用就定死 反正正常的出个单七其实是最好的 那样起码能留一个三个九的变化 你看它现在就没有三个九这个变化 三代一 三代一 你看三个九打过头 正常它三个九有一个擅手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林赛现在可以选择四代二 抱一个对K 因为 这个牌就是说 如果它不是双王的话 或者是双王也 不是双王三 你这个同伴都有上手机会 反正打春天和赢价 效果是这样的 顺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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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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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怀疑 林赛那边有三个家 啊 顺帅 我边来了 第三局比赛结束 目前天津队的赵宇良累计-7分 辽宁队林森-7分 江苏队的第二位是14分 我们来看第四局 到这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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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继续教育 它里面是什么排行 而且我们看外路排行 另外两家还刚好都有 林森这边是初单回二准备闯 林森这个排只能是上个圈 还有这个尖 好白开了 那这样的话 还有点 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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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是到10的瞬間 因为建构 如果这样也到底是这样 哎呦 大队 这个牌如果发单 在那边起 直接走 其实林森当时初九的时候 就想回二起动 只不过被上下顶了 挡了一个K 就没有动 正常呢 林森如果早动的话 也是可以 那现在的话 就把牌给打散 两个农民都走不动 第四局比赛结束 目前天津队的 赵有梁副8分 梁宁队林森副8分 江苏队第二位 累计16分 第六局 林森有诈 赵有梁 你们是胡锦 就完了 由于再三出路的圈 这个牌 首先他当时在67890那一带 调整了 其实他这个牌 启动来讲 肯定还是不够的 不是 你没关系 那些牌 怎么还要 没关系 就是 这个牌 没关系 还有 三出路 从此 继续 不断散 哦 林森这边 那是那个石 第二景片也是挺难说 顶对七感觉小一点 对开又太大了 这样就一上了 新手 这个炸的还是 连钩没有键 好 第六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的赵雨良 负29分 辽宁队的林森7分 江苏队第二位22分 竞逐排王桂冠 决战荣耀之定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对我们的2017排王争霸赛 比较想了解一些信息的话 欢迎登陆我们非常专业的 棋牌竞技品牌 勾勾比赛 3wrgogo.cn进行了解 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可以撒下我们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分出我们比赛的详情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感谢勾勾比赛 对于我们本次比赛提供的 百万元现金大奖的支持 非常的丰厚 感谢金主爸爸 好了 九强赛第四场 要开始这第二棒 天津队的六把牌 接下来是第七把 到第十二把牌 都加油了 那么精彩的比赛 还要继续啊 看看我们三位队友 如何发挥吧 来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局 这边周日强妙叫 无凡直接叫满三分 普通了一个炸弹 对 这个还是不错的 那得先处理蛋 不算小啊 的话还是四张蛋 这个对第九来讲不错啊 很舒服啊 这些九就把二打了一个 然后这些小王打着 这种顶满的打 对于第九来讲 打的应该是很舒服的 它这个 那个单价一件 它对K对价都大了 好 带大人一下大王 这个大王一下 无凡这边可以 对 让一下 等一等 啊 单队现在都无法 而且手握四个 最大的炸弹 但是打的牌 就是他想要的对的牌 对 其实他也打不出其他的 光都在他控制范围 对 嗯 这个牌可以直接把二丢掉啊 嗯 对三 回对交 啊 四个钩最大的炸 不用考虑其他断交 只要对交 就可以开火 第七局比赛结束 吴凡 累计负17分 辽宁队的戴大荣 累计1分 江苏队的周志强 累计16分 我爱的扑克派 俱乐部联盟 正式成立了 一个好汉两个帮 清美奖品 斗里庄 全新的俱乐部模式 震撼来袭 在这里 你能够提高自己的技术 加来和队友之间的情谊 享受更多的线下比赛 认识更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还能神望 快足见团队 一起来参加吧 毛鸣热线 156 4508 1368 最精彩的二打一 近载快乐 无科派 这把呢 底盘有个二 那是戴大荣的一把机魂 我们看下间 周主强的盘 还是比较整齐的 打单5 如果周主强过单10的话 排行非常好 只要小王能上手 就能走掉 勾 一张勾出的不太好 这是个 TRK可以拍 这样的话 等于破坏了牌型 虽然这个牌 大概率是要留单双 但这个牌感觉上 启动的难度 稍稍大了一点 现在这手尖 就比较关键了 这个尖 戴大荣如果拆三个二的话 那么周主强的小王 戴大荣是 应该不会打 对 大概率不会打 那么这个尖 如果忍一下的话 那也不行 就跑了 对 这边直接就抱小王 而且三四五还 好 第八局 这把底牌有个大王 还有个单圈 这个是大大荣敢不敢叫两分呢 一个大王一个红桃圈 要仔细考虑一下 就是这个牌型 确实如果 这两张牌 都是特别关键的 没有效 对 给这个底 其实给谁都稍微好大 又大圈 春天 大圈如果大的话 就春天 第十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吴凡-15分 梁宁队戴大荣-6分 江苏队周志强21分 第十一局 这一局炸弹是挺多的 吴凡和戴大荣一眼有一炸 吴凡这牌手叫 叫两分还是比较合理 叫三分有点太猛了 后面 沿着实力 也可以通过较分来试探一下 那这这牌 有个单圈 没直接顶架 他感觉自己小王双二 这个家再再进一个家就不好 这个家你可以先打打三代 或者是打打先开队 因为如果队被无凡上手之后 你还有个单家可以上手 是吧 因为你家不舒服 三代队 三代队 现在这两个钩 这个没有人能吃动 大大王这边还需要动开坛吃 大大王应该不会叫 这个 哎呦 这叫价 对啊 这个价 下家明显有个对钩 另外两张牌还需要 打打看 三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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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其实这个牌就是 应该 应表人就出对二的 就是说 正常肯定是要出对二的是吧 但是他考虑很久 这个就是 迷惑对方 因为外面有炸 很可能骗他 就是说他可能给别人一个假象 就是我出对二 是 没有炸弹 就是说我在犹豫 我闯不闯对二 就是我这个可能一手牌扔完的 所以外面有炸 很有可能骗他 其实他这个牌就是 理所应当就是要出对二的 但是大大王这边 六一直没有见 所以这个六大概就需要扯 那现在周志强这边 就是不可能有对六 第十一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的吴凡负七分 辽宁队带大荣负十分 江苏队的周志强十七分 我们进入到第十二局的比赛 不叫 一分 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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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用这个牌顶着被勾 对圈也可以啊 对勾 勾和6啊 这个都是周志强的断章 他第一手就打对四 刚好见到两个断章 现在只有断章五了 这个对二太急了呀 这个对二直接就下去了 这个牌招什么银 无非等一等啊 这个可能发单对啊 都还好一点 对 这个就是常过端 加三代一回三代一就够了 第十二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吴凡负八分 梁宁队代大荣负十一分 江苏队的周志强十九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时候 勾勾比赛联合21家省级电视台 打造的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九强赛的第四场比赛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的比赛啊 有一些详情需要了解的话 欢迎登录一下我们的专业的 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三w.gogo.cn进行了解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拿起手机 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 同时呢 我们也要感谢 勾勾比赛对于 本次全国排王争霸赛 百万元金金大奖的支持 谢谢勾勾比赛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三阶段 最后六局的比赛 刘超华首较还是一分啊 刘超华两次登场还是不错的 前面两队友都是大比分领先的 所以他现在的任务应该是防守 那么另外的两位选手 李懿和黄请家都应该是追分啊 这个 黄请家一个单尖 刘超华没有上 顺赞 顺赞 黄请家人 3带1 3带1 这个牌怎么说呢 一离单间一直没过 因为刘昭华这个单圈单K 这数特别大 好 把你们家选择拆网 如果不拆这个牌就输了 第13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李懿负11分 辽宁队王庆佳负5分 江苏队刘昭华16分 李懿手就安排还是叫不动 那还是王庆佳来打 开队的牌 他这个牌 如果开队可以考虑 从队7开始打比较 比较好一点 但刘昭华牌太整齐了 一个队加上主之后呢 一个倒钩 相当于顶先顺 这样4带2打1反春 第14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李懿负5分 辽宁队王庆佳负17分 江苏队刘昭华22分 比赛进入到第15局 我们投赦了 我们下最后elen轿统签3把 我们下最后点击 铁教3把 我们下最后据 我们下最后进入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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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最后进入力一个 我们下最后进入力一个 现在打肚子不太好 他两个顺子 我们要七八九 七八九出钩 这个牌应该先问顺子 顺子过关之后再起 你这个顺子不过关 现在等于死了 刚才应该先问顺子 对阿再守的话 虽然也不一定能走 但是起码还有点生还可能 这样的话 对牌就比较死了 没法动 第十五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李懿负二分 辽宁队王庆佳负二十三分 江苏队刘超华二十五分 第十六局 一分 这是他一分 李懿的盘没有七 对开阶对二人 然后三四五六七零对 再闯三代二 三个家没有作证 这样的话 顺利赢下这一局 第十六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李懿负五分 辽宁队王庆佳负十七分 江苏队刘超华二十二分 我补充了一个炸弹 补充一个炸弹 这把牌先出顺子 对啊 那么这把赢下炸弹呢 王庆佳 也就是辽宁队可以超到第二位 十七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李懿负十一分 辽宁队王庆佳负五分 江苏队刘超华十六分 这把李懿负十七分 李懿叫马三分 其实他落后的王庆佳是落后 正好是两分可以追平 他叫两分 也就是说他打平 其实就可以追平王庆佳 这个牌出了一个三啊 这个牌完全加为生不出七 其实正常出七回K还是威力挺大的 因为第一个K打的 其实感觉地主就不是很舒服 下了一个二 你就算第二个K再要他一个二 也是不亏的 如果上手很有可能直接扔完的 可以出三 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走的 那这样打开两区 这把牌 就地主的牌来说应该没有什么赢的可能 这样给主还送赢了 第十八局比赛结束 天津队的李懿夫妻分 辽宁队王庆佳夫妻分 江苏队刘超华十四分 最精彩的二打一 近载快乐 好 九江赛的第四场呢 到这是说关了 你这怎么游起来了 我觉得要跳上了 你知道吗 就感觉要去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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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我是第二啊 我们是第一啊 所以说 我要摆一个什么 哭泣的表情 或者是加油的表情 还是先给电视机家观众朋友和牌友 介绍一下这个分数啊 那这一场实际上呢 就是天津 辽宁打了一个平手 最后是场分都达到了两分 那作为天津来讲呢 我们这两场 这一组的比赛 两场相加呢 是场分五分 应该说我们三队 我们是排到了第二 我们辽宁队呢 是稍稍落后一点 两场的总分加起来是三分 三分啊 还是有机会的啊 那我们最开心了 为什么要庆祝呢 就是因为我们两场都拿到了五分 几分十分 排名第一 对 江苏队确实发挥的非常不错 对 我们的选手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 也是非常的辛苦了 但是咱们说回来 我们比赛这个赛来讲 并没有结束 对 总决赛是九强赛嘛 还没有打完嘛 第二轮了 对 第二轮了 所以说今天的三位选手 他们发挥的也不错 整体呢 我想还是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是发挥出了 自己最优异的水平 对对对 从客观到主观啊 这个心理压力 包括体力上 他们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所以说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地 做好了自己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和我们 共同支持我们比赛的进程 看一看今年的排王争霸赛 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 对吧 对 我们接下来任重道远 还有好多场比赛在等着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好嘞 精彩排局 你我共享 这里是由各个比赛 携手全国21家省级电视台 联合为您打造的 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2017年的排王争霸赛 再有什么详情需要了解的话 欢迎登陆我们专业的 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在w.gogo.cn进行了解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拿起手机 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信息 依然不要忘记 我们精彩的口号 敬逐排王桂冠 决战荣耀之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